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烈 由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三十刻度制作 第259集 我没事 云青红细心地握住她的手 微微一笑 示意她不要担心 两人并肩而立 往那门口突然闯入的一队人马看过去 不由得眼皮轻跳 心中暗惊 这是一支装扮得十分豪华的小队 几乎每人都配备着全套的精致上品换器铠甲 五彩斑斓 刚进门就让酒馆中的人们看花了眼 很多人身后背着大剑和圆盾等物品 似乎是一队佣兵 三四个铁汉开路 后方的队伍紧随着跟进 走在最中心颇具领袖风范的男人 好像是他们的头 身材高大 目测最少一米九开外 看上去四十余岁 面目却依旧英俊刚毅 充满成年男性的魅力 奥峰只觉得这张脸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又确定绝不认识他 他周围的三四个人身上各自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压力 大陆上难得一见的五阶高手 这里竟然有好几个 从他们的徽章来看 这对人马竟然没一个在天阶以下的 剑籍也比兰家这些人高得多了 并且这些汉子一个个刚毅如铁 面色沉稳 常年刀头舔血的煞气阵阵一散出来 令人不自觉地投去敬畏的目光 云青红和奥峰对望一眼 各自在对方眸中看到了亚然 又不是光芒幻电的人 哪里来得这么多高手啊 这个阵容出去 只要不惹上光芒幻电这种势力 简直可以在大陆横着走了 双方实力差距颇大 奥峰两人会议地传递眼神 没有轻举妄动 静观其变再做打算 兰家众人看到他们明显松了一口气 摔倒在地的兰景宛如突然见到了旧星 喜极叫道 容团长 你们总算来了 快 快让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常常厉害 容团长 傲风一愣 对这个熟悉的姓氏有点敏感 眼睛微微睁大 仿佛想到了什么 蓝锦小姐 我们的克卿不是你的手下 希望你搞清楚些自己的立场 若非你的父亲是本团克卿 又与苍剑阁下有点交情 本团没有任何义务救你 毕竟这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事情 你如果要找别人麻烦 本团不会救你第二次 那正中心的男子唇厚的声音 淡淡说道 他对兰景刚刚的偷袭十分不满 素来正直的他 极端厌恶这种事情 翘脸上露出难堪之色 兰景灰溜溜地爬起来 不敢再说什么 这名男子的身份 便是他父亲见到 也须得礼让三分 扭头望向傲锋二人 男子撇过手上仍旧 持着双手大剑的云青红 和冷若冰霜的傲锋 眼里又荡起一抹欣赏 两位真是好身手 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实力 着实不凡 二人容宠不惊地淡淡笑笑 这种赞美 他们听得实在太多了 哪里还会有什么感觉 见他们丝毫没有骄傲之意 反而都是稳重的模样 男子对二人越发有好感 微笑着接着对二人说道 在下荣吉 赤练佣兵团团长 此番我受本团客卿之托 将兰家小姐 顺路送往四足大会之地 落星城 两位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此事就此作罢 本团可以给两位提供一些 两位需要的消息 你们如果有什么要求 也可以提出来 果然是赤练佣兵团的团长 北方圣城周围 赤练佣兵团的实力最为强大 狼群和巴图克 根本不能与他们相比 而荣吉团长本身 便是七剑换宗 威震天下 再加上客亲诸多 有此强大的阵容 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得知男人的身份 傲锋心中威喜 理所当然的 想到了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 一直对自己照顾 颇多的那名男子 这位荣吉团长 应该就是荣洛大哥的父亲了吧 依团长所言 正好我们也需要些消息 和云青红用眼神交换了意见 傲锋点点头说道 荣吉毕竟受人所托 一定会尽力保下篮景 他对傲锋二人甚是友善 顺便做个顺水人情 也比和他们对上要好 两位果然是豁大之人 一起喝一杯 再谈消息如何 荣吉对这两个小家伙 越看越喜欢 立刻对二人发出热情的邀请 傲锋和云青红对望一眼 点了点头 我们的荣幸 盛夏已过 秋季的天气十分爽冷 傍晚的夜风带着点点的冷意 吹拂大地 坐在酒馆靠窗的地方 感受着夜风的微凉 傲锋眼底略过些许沉醉和潇洒 找回了出至路斯卡世界的心境 在帝都的那段时日 他虽是受着万众瞩目 身份尊崇 却始终觉得别扭 少了几分自在的感觉 傲锋有些理解 为什么大多数的强者 都喜欢隐士 或是行走大路了 当身处权力地位巅峰之际 那种虚荣 多多少少 会影响到修炼的激情和心境 而那些王公贵族一个个都戴了一张面具 甚是虚伪 根本不如这些豪迈的拥兵汉子来得可爱 来来来 两位小友 酒啊 要大口大口地喝 爽朗笑声中 荣吉拿着大号的木头酒桶 咕嘟咕嘟灌着 那势头甚是吓人 赤练的拥兵们 将这片角落完全占领 酒馆中的人们 没有一个敢不给号称 拥兵界老大的赤练面子 蓝井灰溜溜坐在一边 奥峰和荣吉挨在一块 向荣吉打探着荣落的消息 荣吉团长 我和荣落大哥是好朋友 最近他可还好吗 洛尔那小子 原来碧洛小姐也认识呀 荣吉惊讶地看着奥峰 笑着叹气道 他好得很啊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几个月前 突然就开始发愤起来了 现在就在洛新城的 斯菲特赤练 佣兵团总部战堂 拼命训练呢 实力暴增 提升速度啊 比起我当年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连我这个当父亲的 都好生疑惑 真不知道 还在外面遇到了什么 他呀 还死活都不肯说 哈哈哈哈 什么呀 我看少主 分明是有了心上人 下定决心 要为他努力呢 少主性格稳重 又执拗 在追到人家姑娘之前 他肯定不会告诉你的 之前与云青红交手的 那名苍剑剑尊 哈哈笑道 傲锋背后 凉嗖嗖的 心中暗响 几个月前 不正是和我分开的时候吗 那所谓的心上人 该不会是我吧 这时 荣吉又瞪着眼睛问苍剑 连我这个做老子的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少主休息了一日 和我喝酒之后 就把我当成了他 说什么 为了以后 仍然能够借给你最宽阔的肩膀 再多的苦也能忍受 那口气啊 简直温柔到了极点 还能不是啊 苍剑剑尊 也灌了口酒 喝喝笑道 身子微颤 通过这句话 傲锋已经可以肯定 融落努力的对象了 心中涌起一阵暖流 一时间 竟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我和你不过是 短短几日的相处 加在一起 十天都不到 可你却这样深深记着我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这般为我努力着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